商標註冊在中港兩地一直存在差異 中國國內採取的是申請先決原則 而香港就採取使用先決原則 即是誰在使用和註冊就可以得到保護 隨著中國市場開放 不少國外以至香港的品牌 都希望打盡內地市場以站穩陣腳 但隨之要面對的竟然是商標糾紛 香港品牌榮華G2000 就算是蘋果iPad也無一幸免 有專門從事知識產權訴訟的律師說 國內搶住的情況日益嚴重 除了做好註冊工作之外 怎樣保護商標的使用 都是商標擁有人要注意的地方 一個trademark register之後 不是就這樣就可以 我可以坐在這裏很開心 不用做其他事 其實因為一個trademark register之後 就要用 而且用的時候 你都要去manage怎樣用法 因為你用的時候 如果不是自己用 或者其他公司要用 你有沒有做足一些licensing的arrangement 然後如果你有做一個licensing的arrangement 有沒有那個licensing的arrangement 有沒有控制他們怎樣用法呢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案例 就是一個trademark register了 但它用得不好 或者沒有監管 變成那個trademark是變成一個generic term 就是我們變成一個日常生活用的一個詞彙 就是好像以前的吸塵機 有一個牌子叫Hoover 現在已經變成Hoover的話 我們Hoover the floor 已經是用吸塵機 當作是吸塵機 等同一個identical term 變成了將那個trademark 沒有了那個保護的能力 所以如果我advise client的時候 幫他成功拿到一個trademark 或者成功登記了一個trademark之後 就要看看他怎樣去用 或者用都很重要 國內越來越多搶注的情況出現 是因為搶注商標品牌 已經成為另類的生財之道 現在在國內註冊一個商標 要2000元人民幣 有不少國內公司 看準外國品牌的潛在商機 在國內將品牌的中文譯音搶先註冊 等對方進入大陸市場的時候 商標就變成期貨可居 以高價轉讓來謀利